有時候覺得我們這個節目 一天那晚在講復文 但是沒有關係 他們是重要的人 介紹一下也是應該的 大家好 我是Paul 終於要做英文一起讀 那今天是中間這個人死掉了 你可能眼睛一看 欸這誰啊 周星馳喔 不是 這是版本龍衣 OK 那版本龍衣的英文叫做 Ruichi Sakamoto OK 我知道這個好像就是日文的龍 Ryu 是不是念成Ryu 不是 也不知道該怎麼用其他方式念 R的發音好像應該不是L 可是日文的發音 那我們不管了 好 那所以他是一個 Trail Blazing Musician 以及是一個Film Composer 71歲過世了 那什麼是Trail Blazing 這個字就還蠻有趣的 這個Trail這個字是 By the way 我們今天講的又是這個布 複文 我一直把不是布是複 複文 好 Anyway 就是死訊的基本上 那Trail這個字是那個 像我們講說 在什麼山裡裡面有一個hiking trail 就是 健行步道啊 腳踏車的trail biking trail 所以Trail就是這樣子一個什麼道這樣子 那這個Blaze其實有幾個意思 它其中一個意思是火 所以你想像一下你在山裡面要開一條路 你用一條火燒出來還是什麼 那畫面或許可以想像的到 所以總之就是開路的人這樣子 那很多其他網站介紹他介紹的是Pioneer 那這個字是拓皇 呃 你講先鋒嘛 所以這兩個字意思實際上算是有蠻重疊的就是了 所以他是一個開路者這樣子 領路人 那當然還有一個NBA球隊就叫做Trail Blazer 那是波蘭 波特蘭 不是波蘭 波特蘭 美國的一個都市 波特蘭 Trailblazer 那我們中文把它翻譯成拓皇者隊 也是翻得還不錯 所以他是一個Trail Blazer Cool Trail Blazing Musician 那Film Composer 他做了不少的電影配樂 好 七十一歲過世了 He was 71 years old 七十一歲可以 然後呢 他有什麼值得其他說的一些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他在晚年呢 得了好幾次的癌症 那我們就看一下這邊這個 Throat Cancer Yes 所以這邊講到Sakamoto announced in June of last year 所以去年6月 June of last year That he was battling stage 4 cancer 所以他正在 那個時候就在跟第四期的Cancer 在跟他拼搏著這樣子 所以Battle 這個字 Battling 那後面不用加階級詞 He was battling stage 4 Stage 4就第四期 OK的 那He had previously been diagnosed 你看這邊的文法就是我們常常在講的 那他在更之前他就有被診斷出什麼什麼癌這樣子 所以因為是更之前 所以我們就必須用過去完成式 而且這邊是被動的 他被診斷出嘛 所以He had previously been diagnosed with throat cancer 所以Throat的這個字就是喉嚨這樣子 我們講這個比較不正經的題目 有一個姿勢叫做生 算我們不要講這個好了 沒關係 好 anyway 所以Throat Cancer就是這個咽喉癌 剛剛我有稍微查一下 Throat Cancer 所以是2014年的時候 然後後來在21年的時候 他又被診斷出有Rectal Cancer 那Rectal是什麼東西啊 就是職場 據了解職場就是 就是最後那一段 你知道在說什麼 這個東西排出來前最後那一段 叫做就是Rectum 那他的形容詞Rectal 所以Rectum Rectal OK的 那如果再往上走一點 大腸癌叫做Colon Cancer 所以剛在找的時候 還發現有那個大腸直腸癌 Colorectal Cancer 到底是人人要多悲慘 那如果你要講腸子的話 其實有一個字叫做Intestine 這個就是跟普遍用的一個字這樣子 這就是腸 OK我們講的大腸小腸 似乎都可以用這個字 Intestine 像你在吃東西的時候 你點一份豬腸 也是用這個字 就叫Pick Intestine Pick Intestine這樣子 好 anyway 所以這是他最後得病的一個狀況 然後我們再往上看 看下去的話就 看到他人生的一些豐功偉業了 所以他有寫了不少的這個 我們這邊看到一個字叫 算蠻特別的叫Score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 這個照片是當年他 算是他第一次替電影做配樂 那個電影叫做 聖誕快樂勞倫斯先生 很奇怪的一個片名 可是他片名真的叫做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這個電影的配樂對我影響自身 因為非常好聽 心情不好心情好的時候 都可以把他打開聽聽看 所以建議大家有興趣的去把他聽一下 電影叫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那跟他合作的那個男明星 因為他也有演 他就在那邊演一個日本軍官 那個電影在講的是也不怕爆雷 就是日本人竟然去俘虜到了美國人 被俘虜的美國人演的是誰 所以就是大名鼎鼎的大衛鮑威 鮑威 David Bowie OK 所以你看這邊有講吧 所以他們 Both composed the score of the movie and starred alongside David Bowie 另外一個傢伙我就不認識了 對不起 Takashi Kitano 這樣 好 所以這邊這個score of the movie 這個score就是電影配樂 所以雖然說score 這個字我們一般理解為分數 可是他是可以把它當成是音樂的這樣子 像我們又是看奧斯卡頒獎 前面會有一段歌舞啊什麼唱的 然後就主持人去唱有沒有 那我們也可以說那個劇叫做 今天奧斯卡的opening score 所以這個score是可以當成這個音樂來說的這樣 好 所以這個特別的用法知道一下下 那這電影我是沒看的 所以在裡面 其實那個電影還蠻挑戰一些當時的一些想法 所以這個電影是1983年的 這麼久以前 這多久以前 40年前的 因為現在2023嘛 40年前這部片 他們挑戰了什麼呢 就是好像在裡面 就是這個版本隆一跟David Bowie 其實就是 就有相愛 所以這裡面這是一個gay片 基本上 所以還蠻挑戰當時的思潮的這樣子 好 所以然後再往下 他就後來有替另外一個電影做配樂 也是非常知名 然後有替到一個奧斯卡 就是末代皇帝 所以這邊有說了 He continued creating scores for movies in the years that followed 所以繼續的 後來的幾年中也繼續做這個電影配樂 Including for 1987's The Last Emperor 就是末代皇帝 made with fellow musician 另外幾個人 這幾個名字我都不太熟悉說實在 然後他有這個有替他贏到奧斯卡 He won the academy award for best original score 所以最佳電影配樂 原創電影配樂 Becoming the first Japanese musician to win an Oscar 所以他是第一個日本的音樂家來贏到奧斯卡 意思是後來還有其他嗎 我也不曉得 好然後接下來就繼續說他 有做一些這種orchestra work 這個就是交響樂 交響樂的一些音樂 還有像這邊有個字叫dabble 所以這邊看到了他 也有替92年的巴塞隆納的奧運會替 做音樂 所以這邊說我把它唸一下好了 He remained busy 所以保持忙碌 In the 1990s Composing the music for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1992 Olympic Games in Barcelona While also dabbling in everything From orchestra work To easy breezy Bossa Nova 所以這句有點重要 所以同一時間他還dabble 後面這些東西 所以這個dabble 剛剛去找一下字典意思就是有牽腸 所以他就完了一下這個東西 完了一下那個東西 常鮮一下 那還有另外一個奇怪的意思是 在水裡移動 玩水細水都可以是dabble 好所以他dabble了什麼東西 剛剛說的orchestra work 到什麼 Easy breezy Bossa Nova Bossa Nova也是一種音樂的型態 我們最知名的一個人 其實應該是小野莉莎 但Easy breezy是什麼 所以我們一般看到Easy這個字 如果要變複合形容詞的話 下一個字不是Breezy Breezy這個字是微風的意思 如果你住台北的微風廣場就這個字 那Easy breezy就是說這個月風 這個曲風非常的輕鬆 像微風一樣很舒服 可是我們常講到Easy 後面接的另外一個字不是Breezy 而是Peasy 所以這個字的意思其實是說一個東西很簡單 那他有一個順口溜 Easy peasy lemon squeezy 那個Lemon squeezy就是擠檸檬 所以像擠檸檬一樣簡單 那這個Easy peasy的P是什麼 就豆子 所以反正又押韻 Easy peasy lemon squeezy 小朋友在講這樣子 所以說一件事很簡單 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去修飾它 當成一個複合形容詞 好然後我們還有什麼可以說的 最後他講到他算是也是一個環保人士 所以這邊有一個字我們要看一下 yes 就要反對日本政府去建一些東西 那建的理由是因為得砍倒好幾百棵樹 所以這邊說了前面就不講 他就 that would see the filling of hundreds of trees in the popular green space in the capital 所以在日本的首都裡面得砍倒好幾百棵樹 才能蓋出一個什麼什麼鬼來這樣子 蓋這個東西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什麼王子什麼東西 Prince Chichibu Memorial Rugby Ground 這個rugby是橄欖球 英式橄欖球 好但總之我們要介紹的是這個字 就是得砍倒好幾百棵樹 所以樹砍倒這邊就F-E-L-L-I-N-G 同學看了可能就會覺得傻眼 怎麼會 fail不是fall的過去式嗎 所以我們這裡介紹一下 摔倒跌倒的確是fall 然後發音還有點tricky fall 那秋天也是這個字 除了autumn之外你也可以說fall 那他的發音跟像我們講說球 ball 所以這都是那個像我們講說有個倒C的音 嘴巴裡面 嘴巴的空間要把它打開來 但是嘴巴卻不能張開 fall ball 這樣不是fall fall會變成吃飽滿的這樣子 F-U-L-L 那這個字的發音不是 我們常聽到台灣同學會唸成 唸成...唸成什麼啊 會唸錯成... 我換一個字 對不起 這個字 芝加哥公牛隊的那個公牛 我會聽到大家唸成... ball ball 不是就是ball the Chicago Bulls plays basketball OK ball 所以前面這個字唸的法是fall 沒有錯 不是fuel 因為後面唸成ball 前面可能就會唸成fuel 可是fuel是傻瓜 這個才唸成fuel OK 還有fuel fuel是燃料 所以這些發音就很tricky 再回來一次 吃飽了fall and fall fall 秋天fall fall OK 傻瓜 fuel 燃料fuel 芝加哥公牛隊 the Chicago Bulls Balls 打的是籃球Basketball 好可以了 你自己稍微練一下下 所以fall是甩倒 好 然後他的過去式是不規則的 會變成fell 所以他的發音就是fuel fuel 那又要注意的 不是feel feel變成感覺 啊靠北 你看真的是很煩 那 所以fall的過去式 fall變成fuel fuel 那他的過去分詞是fallen fall 例如說 死傷的阿兵哥之類的 the fallen heroes 就死傷的英雄們 所以這是看到一個 會看到的一些固定的詞 或者說墮落的天使 我們會說the fallen angel ok fallen angel 不是falling angel falling angel是很奇怪的一個畫面 就一個天使從天上掉下來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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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個叫falling angel 他已經掉到地上了 falling angel ok 還有像招牌也是一樣 就就 颱風天 我們要小心不要被跌落的招牌打中 那是falling signs 還是fallen signs 那是falling 因為他正在掉下來 如果他已經fallen 你就不會被他打中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幾個解釋一下 希望你是理解的 但是我們這邊要講的其實是 fall的過去是fuel 可是fuel這個字又是另外一個字的現在式 再聽我說一次 fall的過去是fuel 可是fuel這個字又是另外一個字的現在式 那他的意思就是砍倒 把樹砍倒的砍倒 所以這裡用的是正確的字 所以we see the failing of hundreds of trees 所以砍倒好幾百棵樹才能蓋出這一個什麼memorial ground這樣子 所以他的過去式是加异地 跟然後過去分析是加异地 它是規則的變化fuel fuel fuel 好 所以這個字介紹一下 打了一大堆 這個有興趣的字一把記起來 OK 好了 我們時間關係大家要講到這裡 所以今天的重點是講這麼多f開頭的字嗎 不是 因為重點講的是版本容易過世了 所以影響我也很深的一個音樂人 希望他一路好走 好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